會支持郭董主席手機民調嗎? 我覺得黨中央在一開始已經訂了許多我們的遊戲規則 也經過中場會的同意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今天可以拿出來討論 但是我還是覺得在這個階段裡面 一定要讓民調是最公正、最正確的反應 所以我想今天討論之後 我們會有一些大家的看法跟結論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經我們黨中央的民調小組 尤其是黃德福他過去很有經驗 他來跟我們做一些說明 讓我們大家來做一些溝通 郭董主席有認為被畏制度覺得好嗎? 我想每一個選舉、每一個初選 應該都有一個既定的規則 就是獲得最高民意支持的人出來代表參選 他也應該是唯一的人選 有一些選者提出來說 有些人明明知道不會當選很勇敢 還是教你們百萬 我相信窮人也有參賽的權利 那我也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理想 跟他的目標 那這樣的人出來參選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鼓勵 我另外必須要再講的就是說 我講的參選的承諾 第一點就是不會攻擊黨內的同志 而且會肯定黨內同志的優點 第二點用最乾淨的方式 最民主的方式出來參選 第三點就是如果黨沒有提名我 我應該要有民主的君子風度 全力來支持黨提名的同志 我認為這是一個參與民主選舉 尤其是參選總統 應該有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標準 所以我不能認同有任何歧視 親視敵視的這些態度 在國民黨的初選裡面發生 郭董呼籲說這個公約 他呼籲其他的這個參選人 郭董認為應該都不要簽署 在初選規則確定之前 郭董已經講過了 這跟初選規則沒有關係啊 我們要選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該有你自己的風度吧 我們參選的是中國國民黨裡面的初選 對所有初選應該有的民主精神 不攻擊對手肯定對手 沒有任何違法的選舉行為 然後同時自己如果沒有犯法勝選 要有力量成全的這種精神 這不是一個做總統應該最基本有的一個條件嗎 跟黨內的這些初選辦法沒有關聯吧 目前哪裡有出現親視敵視的狀況 我說如果說提出來的任何的說法 會有這些狀況發生的話 我覺得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目前是要設這個百分之五的參選門檻 你要百分之五的參選門檻 這樣他會對你來講 我自己有門檻的 誰做這個決定的 中華民國的民主選舉裡面有這個規定嗎 窮人不能參選嗎 有理想的人不能參選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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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